這裡是位於新北市樹林區的凱旋大院建案 總戶數共103戶 每坪成交價約36到40萬元 原本預計2024年底完工 沒想到現在卻被爆除建設公司財務困難 全面停工 2020年動工的凱旋大院 去年才喊出誰是帝王眼尖為憑的口號 但眼看兩年過去就連地下城都還沒蓋好 10月底傳出停工恐怕成為爛尾樓 這讓上百戶買家陷入不安情緒 新北消保官證實借到民眾投訴 凱旋大院的承包建商 因為流動資金不足無法續建 同時建商也表明11月1號解散 為了協助消費者將盡快想辦法聯絡業者 瞭解如何解決後續問題 營建成本增加這只是原因之一 應該只是個案建商資金周轉不齡所導致的 避免一案建商 尤其是小型建商 那第二個呢 你盡量要去選說有做履約保證機制的預售案 面對這種爛尾樓危機 提醒民眾買房錢除了貨比三家 也要挑選良好建商才是上上之策 華氏新聞才有企圖大尾新北報導 華氏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華氏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